欢迎收看快乐向前行 我是范英华 今天加权指数在尾盘往上拉抬 最后上涨了48点 说在了9240点量 扩增到了千亿以上 那么今天大家说因为MSCI的关系 所以在尾盘真的是要甩尾了 但是往上甩 那么这个现象怎么来解读呢 盘面上更多的个股 现阶段怎么来掌握 赶快要请到这华信头部的副总林永年 永年哥你好 一华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永年哥 大家都是MSCI把我们给降频 对不对 这个权重调降应该会往下甩 没错 怎么甩到上面去 而且好多好多的个股都是尾盘逐渐拉高 对不对 今天尾盘是一定把大家吓了一跳 因为他用了328亿的资金 328亿不是32.8亿 拉起来26点 因为大家原来都在想说 按照过去12次调降我们台股的惯例 那今天应该是要杀尾盘才对 对不对 那其实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在开盘之前 大概在8点钟之前 我发了一个简讯 给我们的LINE AT的投资朋友 我当时有讲说 今天早盘的时候应该会往下压一下 那么盘中会拉起来 那下尾盘的时候 有可能会往下压 可是我当时就提醒投资朋友 注意一个重点 因为已经连续12次调降 这个调降我们台股的权重 然后连续12次的甩尾 就是杀尾盘 那么今年不一样 今年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今年不一样地方在于说 我们之前就要跟大家报告过了 今年的外资 他们学坏了 怎么说学坏了呢 他们学会了以前我们台湾股市的 里面的主力的操盘手法 那以前主力操盘手法 它的这个 应该说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它的base是什么呢 它的base就是呢 反市场心理 所以呢 大家全市场都在想说 哎呀 今天一定杀尾盘的嘛 我们赶快把股票卖一卖 所以你看早盘的时候 这开高 然后呢 这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甚至于呢 一度跌到盘下 有没有 它那个时候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提前反应 大家先跑 而且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个重点 今天呢 加权指数还没有翻黑的时候呢 这个OTC指数已经翻黑了 为什么OTC指数翻黑呢 这表示怎么样 表示呢 今天在卖的都是谁啊 都是我们台湾的 本土的投资人 为什么大家先卖呢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聪明 想说 哎呀 外资一定会杀尾盘 所以呢 我们先跑先赢 结果 这一次 他们果然用这个 我们主力的操作手法 台湾的主力操作手法 然后拉个尾盘 把大家吓一跳 真的是甩尾啊 把大家都甩出去了 是不是 所有的这个多头啊 空头通通被甩出去了 简直是 哎呀 真的是这个乱七八糟 那不过呢 这种走势呢 也是在我们的预期之中 也是呢 在我们的希望之中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讲 今天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量 甚至于我认为呢 是外资 外资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本身呢 最后一盘 用了三百二十八亿的力量 把这指数拉起来 拉高二十六点 我想请问投资朋友一下 在前天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在这个 在前天呢 在摩台子平仓前一天 外资三线齐发 在现货 还有台子齐 还有选择权 这三方面 都是做多 结果呢 昨天是压下来平仓 摩台子是压下来平仓 那么呢 大家会想说 那他今天拉尾盘 那么呢 会不会明天也杀下来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可能性非常低 为什么可能性非常低呢 因为呢 没有人会发射神经 发到这种程度 用了三百二十八亿 把这个盘拉上来 然后为的是要杀明天的盘 这可能性非常的低 所以呢 做多的投资朋友 或者是手上呢 有很多抱着很多股票 投资朋友 可以先放心 可以先放心 而且呢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就是呢 我们在之前 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个 就是说 现在开始呢 投信要作帐了 本土法人要作帐了 对不对 本土法人为什么要作帐了 因为要拼命了 真的很难看嘛 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一华还在这个国外 还没回来 那么呢 我现在再次讲给一华听了 那各位投资朋友 听过几次的投资朋友 都没有关系 再复习一次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就是呢 这个投信呢 因为今年的操作 实在很难看 这个绩效实在很难看 多难看呢 81档 专门做国内股票的 投信的基金 81档基金 只有一档 在过去三个月 它的绩效是正的 也就是说 只有一档是赚钱的 80档都是赔钱的 真的是情何以堪 怎么面对江东富老呢 你说是不是 所以剩下最后一个月了 要不要作帐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不是作帐 最后这一个月是拼命 所以呢 最后一个月 本土的拼命行情 你要不要把握住 那么投资朋友听到这里 会说真的有吗 可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从9月1号开始 上来这个快乐向前行 这个节目之后 我们呢 对于不管是大盘的节奏 还有个股 类股 轮动的节奏 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涨 都讲在行情发动之前 是不是 好 那如果大家还想不起来的话 我们再唤醒大家的注意 注意这个记忆力 好 我们在9月1号 上次节目呢 第一次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 你知道这个日文叫什么 初次见面 那送给大家见面礼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学过日文 对不起 讲发音不标准 请大家多原谅 等一下再绕英文好了 跟学我们卸中 OK 大疆 大疆这档股票 9月1号跟大家介绍的 这档股票呢 从我们介绍以后 从145块半 一路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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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184块 涨了38块半 涨了38块半 一张股票 让大家赚到38块半 看节目 看节目赚钱 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三立财经台的节目 你千万不可以错过 之后我们跟大家讲什么 我们跟大家讲说 光辉十月 飙风再起 我们会让大家一档 接一档 赚到无法档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当时在十月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了这句话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又跟大家讲 喊得动大牛骨的人 全台湾喊得动大牛骨的人 只有我 只有我 在我们在跟大家介绍 大牛骨之前 请问一下 这个全台湾 有没有人在跟你讲大牛骨 大象骨 会动的 没有 没有人讲 甚至于呢 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人觉得 觉得奇怪 大牛骨会飞天吗 不可能 这事情 不要开玩笑了 我们在演讲的场合 跟大家介绍了 像什么威刚啊 像这个南亚科啊 像是这个 这些的股票呢 介绍给大家介绍 大家一听 哇 都昏倒在地上了 OK好 那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威刚这档股票 我们在九月七号 就跟大家介绍 九月七号介绍那一次呢 它是从43.25元 一直涨 一直涨 涨到呢 52块 这一波涨了8.75元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在11月18号 又再度的跟大家介绍 介绍以后呢 它这一次呢 又一口气涨了7块1毛钱 两波段呢 一共涨了15.85元 一张股票 一张股票 43块的股票 一张股票 赚了15.85元 各位投资朋友 这就是看我们节目的好处 就在这里 那么呢 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威刚之外呢 我们也讲了南亚科 同时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南亚科 南亚科这档股票呢 那更是没有人会认为它会涨 结果我们介绍了之后 它一口气拉起来 一口气拉起来 不稀奇 稀奇的是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话语言圈的地方 这根K棒 这根K棒 是呢 三大法人合力买超的 我们喊进 我们跟大家在这个节目里面介绍之后 三大法人听到了 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立刻一起进来帮我们抬轿子 这个就叫做什么 叫做领先法人走 经营赚到手 那么呢 所以呢 今年的行情是怎么样 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今年的这个股市呢 看起来很难做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很多投资朋友都讲说 哇 今年的盘很难做 我说没有很难做的盘 只有不会做的盘 那么呢 你只要今年要成为赢家 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呢 领先法人一步 你要领先法人一步 你就能够成为股市的赢家 因为以前呢 在今年以前 大家都有个习惯 市场上都有个习惯 就是说 都有一句话 就是说 跟着法人走呢 这个一定会成为赢家 一定会赢 这个赚到钱 那么呢 今年我就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一定要领先 法人一步走 你才能够成为赢家 经营才能赚到手 你如果是落后一步的话 那么呢 就只有吃到土的份了 所以呢 我们一再证明 我们呢 都是领先法人一步 所以呢 我一直有个疑问 有个疑问 这个要请教逸华一下 你有看我们的收视率吗 有看我们收视率 那看收视率可能看不太出来 可是我一直在怀疑 这个外资 三大法人 应该都有看我们三立财经台的节目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过了 因为我在股市这么长的时间 那这个各个法人 不管外资 本土的法人 那我们朋友都很多 学生也不少 那么呢 这个 他们看我们的节目呢 那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 不过呢 让我很感动的一点 就是说 大家都说 哎呀 在股市里面呢 这个没有什么朋友 道义可言 因为 大家要拼绩效嘛 可是呢 我一直感觉到 这些的法人朋友呢 还有我们的学生呢 那么大家都很捧场 每次呢 偷看我们的节目 一看到 哎呀 我们在讲红海 哎呀 李永年在介绍红海 那我们就赶快来帮他捧场一下 不要让他漏气 所以呢 我们在什么时候介绍红海 10月15号 演讲的场合介绍的 礼拜六 那个是一个礼拜六 介绍了以后呢 结果呢 从第二个礼拜一 就是呢 10月17号开始 哇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七 连长七天 中间只有一天呢 稍微的整理一下 连长七天 那这一波上来呢 涨了九块一毛 涨了九块一毛 然后呢 我们一获利调节之后 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讲 在这边可以稍微获利调节了 为什么要获利调节 因为很简单 因为当时呢 所有的呢 我们的同业 还有呢 这个是市场上 很多的投资人 都在看这个红海了 哇 这个大牛飞天了 飞天了不得了了 这一飞上去呢 就要飞 真的要飞上天了 那大家都认同的时候 那我们呢 就这个稍微的获利调节一下 结果它果然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 我们在节目里面 再跟大家讲说 红海呢 好像呢 这个跌不下去了 结果它真的又上来了 又是三块九毛 三块九毛 加上九块一毛是多少 十三块 十三块 所以呢 大家看到没有 喊得动大牛股 全台湾 我们不敢讲 还有第三个人 可是呢 至少是只有我们 到目前为止 我知道的 只有我 只有我喊得动 大牛股 好的 那十月份呢 我们讲过了 十月份呢 飙风再起 这个一档 接一档 赚到无法档 那十一月 我们休息了吗 十一月我们没有休息 虽然义华呢 就出去玩了 可是呢 这个我们还是呢 很努力的 在服务我们的观众朋友 服务我们的投资朋友 所以呢 十一月怎么样 十一月 我们感恩十一月 天天有惊喜 什么叫感恩十一月 天天有惊喜呢 就是呢 我们当时也是一样 十一月 我们也是一样 一档接一档 赚到无法档 怎么说呢 我们十一月呢 在节目里面 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股票 每一档介绍的股票 真的很奇怪 每一档介绍股票 都一样 都是呢 我们介绍之后 就开始涨 尤其是呢 十一月七号 十一月七号呢 我们在我们的LINE 里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施工传奇 李永年 我们的ID是 这个小老鼠 LION LION168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LINE 里面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档股票 叫做中钢 叫做中钢 十一月七号 跟大家介绍的股票 叫做中钢 中钢当天 十一月七号 就开始 拉出一根红棒 把他吓了一跳 礼拜二呢 稍微的震荡整理一下 我跟大家讲说 不要怕 不要怕 结果呢 礼拜三 再拉出一根红棒 好 大家看到没有 三大法人 是不是在我们介绍了以后 立刻呢 拉出红棒 拉出呢 长红棒 这长红棒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呢 三大法人 同心协力 来帮我们抬轿子 我们是有读过书的人 我们是知书达理的人 所以呢 法人帮我们抬轿子 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 跟他说 谢谢法人 帮我们抬轿子 谢谢法人的朋友们 帮我们抬轿子 OK 好 那么呢 中钢从11月7号呢 一直到现在呢 他一共涨了两块半 涨了两块半 看起来好像是不太多 你如果觉得不太多 那我们看一下 中红够多了吧 中红呢 他虽然总共只涨了3.8亿元 在我们介绍之后 他虽然只涨了3.8亿元 可是呢 你知道他涨幅是多少吗 42%以上 将近五成 将近五成 而且呢 这个40% 是他那一个礼拜 我们从11月7号 介绍了以后 他在那一个礼拜之内 就涨了40% 所以我们就要讲嘛 这个股票 你真的会觉得很难做吗 今年的行情 你真的觉得很难做吗 那你觉得很难做的时候 为什么呢 我们每次在 只要在节目里面 或者是在 我在Liant里面介绍 或者是呢 跟我们的家族朋友 介绍了股票之后 通常都立刻就开始展开一波行情 为什么 我们觉得 反而觉得 这个今年的行情 哇 真的是让我们如鱼得水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呢 我们领先法人一步 那领先法人一步 听起来真的没什么 可是呢 各位投资朋友 你放眼全台湾 还有人能够跟我们一样的 领先法人一步吗 我们再次跟大家提醒 领先法人一步 就是呢 今年呢 获利的保证 你要一定要领先法人一步 才有获利的机会 好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 ETF 沪深 沪深2X ETF 我们之前 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这个连结大陆的股市的呢 这些的ETF 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呢 我们还在那边分析给大家听 因为呢 美国股市一再创新高 入股呢 今年的跌幅呢 反而是呢 它是下跌了9.1% 我那一天在节目上面 有没有讲 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如果呢 你是巴菲特 你是索罗斯 你会去买美国的股市呢 还是会去买中国大陆的股市 当然去买中国大陆嘛 因为它是基息低嘛 对不对 这个叫价值型投资嘛 我们除了呢 在我们这快乐向前行的节目里 跟大家报告 我们在呢 这个前两个礼拜的 这个礼拜一的 晚上的这个八八里才有方 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同样的话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11月9号 我们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介绍之后 它是不是就一路涨 一路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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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今天才拉回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一共涨了1.96元 大家或许会觉得说 1.96元 拜托 这才1块9毛6 这算什么 问题是 它是从12块2毛起涨的 12块2毛 这样子涨一层 ETF涨一层不容易了 不容易了 所以呢 这种钱呢 赚得非常的轻松愉快 非常轻松愉快 好 那另外呢 就是金融股了 金融股到今天为止呢 大家还是市场上 这个注目的焦点 对不对 我们在11月11号 是不是跟大家介绍 介绍之后 当天立刻大涨 立刻大涨 这个呢 我们也是在呢 演讲的场合里面 跟大家介绍的 11月11号呢 我们在这个演讲场合 跟大家介绍 在礼拜一的时候 它立刻大涨 立刻大涨起来 然后现在呢 还在 大家还在注意它 还在注意它 那到今天为止呢 还是有投资朋友 在问我说 那金融股 还有没有再涨的机会 那我就跟 跟这些投资朋友讲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看 金融股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呢 这个已经涨过的股票呢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呢 其实大家或许没有注意到 可是我要在这边 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就是说呢 其实这些类股 这些个股 这些主流股 它是一直在轮动的 一直在轮动的 今天是钢铁股 明天呢 又换航运股 后天又换呢 这个这个营建股 它是一直在动的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能够掌握住 他们的脉动 你要知道 下一波的主流股是谁 你才能够预先卡位 提前卡位 然后让法人来帮你抬轿子 那各位投资朋友 我在前两天的节目里面呢 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强调一个重点 现在呢 要轮到什么 要轮到呢 来看一下 到顶 浙灰坦 这个台语怪怪的 那到顶浙灰坦 要探什么呢 赚什么钱呢 投信拼命行情要开始了 下一个行情就是 投信要拼命的行情 那么呢 为什么说 投信拼命的行情呢 因为他们在11月 他们在今天之前 还不敢用力的做 为什么不敢用力的做 大家都在怕 今天呢 外资会杀尾盘 会这个大甩尾 所以大家都不敢动 那么呢 今天外资呢 结果证明说 他并没有甩尾 那么接下来 投信是不是就敢放手去做了 既然敢放手去做的话 那么呢 我们就要开始掌握住 我们的胜利方程式 我们的胜利方程式是什么 领先法人一步 掌握主力密码 所以呢 在今天呢 是11月的最后一天 我在这里呢 告诉大家 11月最后一天 马上呢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要过年了 所以呢 你要不要准备红包 要哦 我们要抢救红包 那我们这一次呢 让大家来一个 开始做一个 抢救红包的大作战 目的在哪里 在于说 你的红包 算我的 到底 你的红包 怎么样子算我的呢 等一下广告时间的电话 请打电话进来 询问详情 好 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的分析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目标没有减速 目标行至无耗之路口 为左方车 没有离让 右方白车 耶 请多指教啊 谢谢你 让我们这个月 野鸡达标 让我们到地府报到吧 走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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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it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这种不重视 招汤安全的玩家 大家快逃啊 What does success prove? Talent? Stature? Vision? I've proven all of this And more You've succeeded Why not prove it?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欢迎大家快乐向前行 刚刚看到很多党个股 大牛的确也会翻身 而且也会飞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很多的一个族群 好像都包括在 刚刚的选股逻辑当中 对 没有错 选股怎么选 OK 好 现在呢 其实我自从10月中旬 开始跟大家介绍大牛股 像是从鸿海到中钢 到这个富邦金 南亚科这些股票 跟大家介绍以后 那现在呢 我这额头上呢 好像贴上了一个黄纸 不是 贴上一个标签一样 那这个标签是什么 大牛专家 不是吹牛专家 还好 那么大牛专家 就是大家好像认为说 这是个年纪大嘛 那就是只会喊这种 老孩子这种大牛股嘛 是不是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好 我们再来 跟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再次跟大家讲 我们一直来跟大家讲 感恩11月 为什么感恩11月呢 因为11月有感恩节嘛 感恩11月天天有惊喜 怎么样天天有惊喜呢 就是我们的股票 一档接一档 赚到无法档 我们再一次 跟大家证明一下 我们不是只会 跟大家介绍大牛股 我们也会介绍小标股 看到没有 汇赚科 汇赚科可以算小标股了吧 他之前呢 是向下标 之前呢 这档股票呢 我们跟大家讲说 要布局避险空单哦 请大家注意哦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我们不是只会做多 我们也会做空 所以呢 在之前呢 我们跟大家讲说 汇赚科这档股票 你要布局避险空单 结果从我们开始讲了之后 他一口气跌了28.25元 跌到28.25元之后 11月15号 我们跟大家讲说 这档股票 你要准备呢 要这个空单要回补了 因为穷扣墨锥 要回补了 那甚至于呢 我们带领我们家族朋友 开始呢 做多 做多这档股票之后 看到没有 他一口气涨了11.1元 下来的时候 跌了28.25元 上来的时候 赚了11.1元 一共39.35元 来回都有 那么呢 我要恭喜我们的家族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已经呢 稍微做一个 获利出清的动作 可是呢 我这一次 要再度地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虽然出掉了 可是 我们会不会再买回来呢 偷偷地告诉你 不告诉你 不是偷偷告诉你 OK 那我们看下一档 钟蕾 钟蕾也是一样 是不是 钟蕾我们讲过了 我们在11月21号呢 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的家族朋友呢 买进去以后 10月22号 23号 连续两天都说 哇 有老师在放空 有这个 我们同业在放空 会不会被他这个套牢啊 会不会被他空下去啊 结果 有没有空下去 没有耶 一路涨上来耶 一路涨上来 11月24号开始呢 一路涨上来 涨到现在呢 涨了8块7毛 对不对 这档股票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 他今天也拉回来 好 再次跟大家讲呢 2314的台阳 那你或许会问 台阳呢 这档股票真的会涨吗 对 他真的会涨 四天 三天之内涨了4.85元 接下来他还有没有行情呢 敬请拭目以待 我们再次跟大家讲 今天是11月30号 11月已经结束了 12月的标股到底是谁呢 到底谁会接棒 威刚 中磊 台阳之后 下一棒到底是谁呢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透露一个谜底 一个谜题就是呢 到底这会谈 那么呢 下一波就是投信拼命的行情了 投信拼起命来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所以呢 再次跟大家讲 红包 你的红包